足球最新资讯 大家好 欢迎收看《足球投票》 今天又拍大包为大家报导一些足球的最新资讯 今天就看了一篇报导 Guardian的报导 就说什么呢 就说 有哪些欧洲的外援 是对于英国的足球 或者英格林的足球 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我想最近年代的大家一定会想起 就是荷兰的雲迪即刻 其实英超以来 都有不少的爱援球员 令到英格兰的足球起了些变化 即管看看他们有提过哪几位球星 你们有认识多少位呢 最早远的 英超未成立前几个月 就来到英格兰踢球的 就是法国的简东拿 他最初来到的时候 就真的令到英超的联赛生息不少 因为除了球场上高的一些球技之外 他的傲慢 他的独特 他的麻烦 他的天才 其实每一样东西都令到当时的英格足球 他最后呢 是花生指数高了很多 当然他也是 带领着曼联 连续有很多年的好成绩 但是呢 无论的好成绩 怎样都好 他最为人遵遵落到 或者为人救病 都可以 就是他1995年1月 一个功夫的side kick 就向球迷飞踢过去 也都导致他被罚停赛 所以他可以这样说 是英超最初期的年代 一个非常令人觸目的球星 而他的足球 对现在来说的影响也有不少 老实说 他在这里说 英超的出之名度 如果没有简东拿 可能都没有出名得那么快 第二位影响到英格兰比赛 英格兰足球的外援球员 就是德国的麒田市民 麒田市民在1994年7月 到了热次加盟 当然他当时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出名的 欧洲的射手 这件事也是令到英格兰的足球 得到一些欧洲的认同 因为一个欧洲的超级射手 都会来到 英超加盟一对英超的球队 这样 这件事也都令到很多 相对来说 出名的欧洲球星 都会开始考虑加盟英超 因为当时的英超 跟现在的英超是很不同的 很多欧洲的巨星 都未必将英超的球队 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其他市民除了令到英超的声明 比较出名 他的表现 他的魅力 甚至乎 他 是让英国人知道 原来德国人 都可以说得笑 因为他有个庆祝入球的形式 就像插水 下一位 应该多些朋友会认得他 或者看他踢球 Dennis Perkamp 帕金 是荷兰的球员 他说到英国人的球迷 知道 足球是可以怎么踢的 因为他除了技术方面 相当出色之外 他也当了足球 好像是一门 藝術 帕金 当然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球员 技术上已经无用置疑 也相当有创就性 如果没有了他 阿仙奴90年到2000年 相当厉害的年代 三个英超的錦标 以及这个Invincible 即是不败而奪标 都是他绝对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帕金 绝对令到英超的水平提高了 亦都令到大家都开始说 原来足球是可以 好像藝術般 可以欣赏 以及这么漂亮的 以前在欧洲的足球才会看到 下一位球员 就是曼城的球员 Kin Laisley 我就不太知道他的中文名字 所以我就串给大家 K-I-N-K-L-A-D-Z-E Kin Laisley 他就是一个Georgia的球员 他当时来说 就是嘉闻曼城1995年 又是令到整个英超 会员一生 因为他本身的个人技术 以及他是小小的 好扭得的球员 令到曼城当时来说 即是 的踢法 或者表现上 他眼前一亮 大家要留意 95年的白曼城 并不是现在那对曼城 就是这样的 很多钱 超级巨星 很多钱购买人 当时也是有钱购买人 但并不是买到 粒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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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先跳 好可惜 那年 球季的尾 曼城 就已经降了班 但是 阿Kin Laisley 他的出名之处 就是他球队降班 不重要 他继续去帮他忙 亦希望帮他回帮他 英超的水平 所以这位球员 除了好球 一個扭幾個之外 也算是有情有義的 另外對於英超來說 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英超開始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 包括東歐或其他州份的地方 去找一些外援球員回來 即是以往英超比較多英格蘭球員 第二是找一些比較出名的足球國家 例如西班牙去找外援 但Kin Lazy是其中一個 比較早期東歐來到英超 而且還要出了名 以及非常大影響的一位球員 下一位亨利 法國的亨利 我想很多朋友都覺得 他可能是一個外援球員 是最有天分的一位球員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在歐洲來說 我想他也是一個非常出名的球員 跟柏金一樣 他也是跟阿仙奴的90-2000年代 那段黃金時期 兩個都是一個舉足輕重的狀態 其中一件事是 他也是令到大家覺得足球 可以踢得這麼優美 以及這麼藝術化 原來足球是可以這樣踢的 另外他另外一件事 對於一個外援來說也是非常特別的 他在退役之後 在天空體育 Sky Sports那裏 做一個球評 其實也可以告訴大家 他是其中最早的一個 是歐洲球員 即是一些 本身是非英語 作為他的主要語言的球員 退役之後 就在 電視機那裏跟大家說播 因為以往歐洲的球員 退役之後可能會 去做教練 但做廣播來說 亨利算是比較早的一位 然後這位就是西班牙的馬達 非常之有 才能或者有天分的一位 叫做playmaker 他是踢過車路士和馬聯 但是他最特別的地方 除了他的球旗之外 他成立了一個叫做common goal的 一個慈善團體 這個慈善團體 非常之有趣 就是鼓勵足球員 或者足球界的其他人士 例如領隊 捐出他們1% 1%的人工 去這個機構 而這個機構就是希望 一些沒有機會 踢到足球的朋友 或者是未必那麼容易 可以繼續他們的足球夢 的小孩子 可以 受到這個機構的贊助 可以令到他們有機會接觸 或者甚至乎 繼續他們的足球 的興趣 馬達曾經說過 其實這個很簡單的 idea 說真的 但是這個機構 自從2017年8月 成立了之後 就越來越受到著重 亦都越來越做得好 因為有時候 足球世界都是這樣的 最好的idea 可能就是最簡單的idea OK 去到 他現在就是踢萬聯 他連利物浦的領隊 高普 都加盟了這個common goal的 理念 即是說他都會捐1% 他的人工 去這個慈善機構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 慈善機構 是有多 無遠佛界 這樣 這邊報導 講到最後那位 就是荷蘭的雲迪 即刻 亦都是最近期 亦都是 現在 近代的朋友 最熟悉的 一位球員 他絕對是一位 現代的超級新星 說真的 他在 伯朗多赤的足球先生 都僅僅在 美思之下 其實如果他不是首位的話 很多人就說 其實根本應該是他拿了 當然他亦都令到 防守 或者防守 後防球員 有一個新的定義 他擁有什麼呢 包括 田徑的 不停的能力 強度 姿勢 姿勢 即是位置感 以及 技術上高的能力 全部都是集中於他一身 這位荷蘭的球員 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全能的中堅 修行頓的時候 已經是初老頭角 去到利物浦 甚至乎 真是可以說是發光發亮 剛剛上一屆 拿了歐聯 早幾個月就拿了這個世界觀球會杯 亦都很快 跟利物浦在一起 就會拿到第一屆的英超 這段文章在最後那裡說得挺有趣的 可能雲迪即刻 提醒大家 在斷勾之後 英格蘭還有沒有這類型的球員呢 我覺得這個說法也非常有趣的 有些朋友提議 不如大巴你說一下自己的 感覺 你的想法 我看完這篇文章 我的感覺最強當然 是賈東拿 因為 比較上我開始看球的時代 我看球的初期或中期 就是他 來到英超 還有 他告訴我 足球員 不是踢足球的新聞 他有很多花邊新聞都是非常之厲害 還有 我亦都覺得 賈東拿這個人 我覺得 令到大家知道 足球除了在 這個 體育版會出現之外 有時在娛樂版會出現 對於我來說是第一個人 所以我的印象比較深刻 OK 今次的節目就這麼多 多謝收看 拜拜 拜拜